选台湾 現在就讓最強的 Happy Hour 有兩款披薩 一個橘麵 然後有三種炸物 好像光是威士忌是不是就有兩種 三種 大概五種 這個健身房完全不輸給那種專業什麼健身工廠那種等級 我第一次在飯店健身房上看到有中訓的設備 我真的覺得超誇張的 不過大家可能也跟我一樣想要搶顧不住最後一天這個壓限日呢 所以我們今天來的時候 即便是平日禮拜四 即便已經過了暑假 還是人很多好嗎 所以我們來的時候因為房間還沒有好 我們第一站其實是到了行政酒廊去直接使用它的Happy Hour 其實我來之前呢 我就有耳聞說它Happy Hour其實很厲害 但我今天新生蒞臨之後呢 我真的願意稱它為全台灣行政酒廊 它真的超級有誠意的 因為像我們住過台灣這麼多連鎖的飯店 那大部分其實都提供一些就是下酒的小菜啊 涼拌啊 沙拉等等 那比較好的可能就提供一兩樣熱食 然後那熱食可能也還好沒有到很好吃 可是這次我們在高雄貫好行政酒廊的Happy Hour呢 光是熱菜呢就有幾種 有兩款披薩 一個橘麵 然後有三種炸物 還有炒飯 叉燒包 熱排 然後還有濃湯 喔 還有煎餃 對 光是熱食就有九種耶 真的超級誇張的好嗎 它完全就可以當作是一個正餐的晚餐來吃 而且重點是它這麼多熱食 它的口味上其實也不麻糊喔 以行政酒廊來講 它的口味其實真的算是還蠻不錯的 不管它的炸物啊 或它的披薩啊等等 我覺得吃起來真的都算是還不錯 真的就是可以在這邊吃飽一只餐 然後省下一些錢 不過Happy Hour的重點其實是它的酒類嘛 所以說它其實有提供了非常多的 紅酒 白酒 台啤跟白味 光是酒這邊呢其實就非常的有誠意 而且Bub呢它是威士忌的愛好者 它就跟我說這邊的威士忌其實都是 非常有誠意耶是不是Bub呢 對 它竟然有賣卡龍12年讓你喝到飽耶 12年賣卡龍是怎麼樣概念我不懂 一瓶大概是2600塊左右 你說外面一瓶2600的酒讓你喝到飽 對 它好像光是威士忌是不是就有兩種三種 大概五種 五種威士忌 對 五種威士忌 好吃喔 雖然我自己是不懂 但是Bub喝得很開心好不好 如果有酒商Bub歡迎聯絡我們 Bub免費幫你業配 它除了熟食酒類沒有誠意以外 那它還有一些像涼拌小菜啊 沙拉啊 甜點等等 我說真的 沒有一樣是來應付你的 沒有一樣是馬虎的好不好 我覺得從頭到尾都非常的有誠意 真的只能說有誠意 我覺得沒有別的 只是可能因為今天真的太多人 所以說整個行程酒廊 即便它空間很大 但是人還是超級滿的 而且它的Happy Hour其實5點到7點 這兩個小時而已 可是都已經快到7點 大家還是都在排隊去拿餐 所以我覺得今天人真的多到有點可怕 但是說真的我覺得 這是高雄外好行程酒廊的Happy Hour 真的是有經驗到我 那明天早上我們的早餐 其實也會在行程酒廊來用餐 至於用餐體驗 會不會跟今天一樣 令我非常的Surprise呢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吧 嗨大家 我們原本中午12點要去游泳 但是因為它中午有一個休息時間 所以說我們現在參觀它健身房 我們本來以為它健身房就是 幾台跑步機 然後幾台腳踏車機而已 一進來的時候整個嚇到耶 因為它整個健身房 完全不輸給那種專業 什麼健身工廠那種等級 我第一次在飯店健身房 看到有重訓的設備 我真的覺得超誇張的 它這邊的器材真的多到不行 真的不只有跑步機 啞鈴 它真的是有各種 不管你是要做油養 你要做重量訓練 都是超級完整 而且我這邊看它的那個 健身器材的那個設備 也是用蠻好蠻頂規的設備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來住飯店 還是想要運動的人 這邊真的很適合 不過很有趣的是 我整個健身房 雖然這麼大 我們看到在運動的大部分 就只有外國人 對 亞洲人 都沒有來運動 不過倒是游泳室那邊就是 蠻多人的啦 所以說 喜歡運動的人就是可以來游泳室 然後它的健身房 不過要記得它的游泳室 就是每天中午12點到1點 還有晚上的 12點到7點 有消毒 關閉的時間 所以有要來這邊游泳 運動的人就大家注意一下囉 那我們晚點的大家去看游泳池吧 好 那我們剛剛從它的游泳池 今天SPA池玩回來 我本來是沒有打算要拍這一段 但是因為它的SPA設備 實在是太棒了 那SPA池用那個水料的設備 其實都超級的有效 反正會打到你真的是 把你的疲勞都打掉那種感覺 所以說我覺得 今天如果你有來住高雄外號的話 記得一定要戴泳褲 泳衣 泳帽 我建議退房間留 大概一到兩小時來這邊玩 絕對是值得的好不好 可惜這是因為他們游泳池 跟SPA池都沒有辦法拍攝 所以我們可能之後會 找一些他們官方的照片 圖片給大家看 那實際上到底有多好玩 我覺得大家就自己來體驗啦 好 那我們就看看明天早餐吃什麼吧 嗨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了高雄萬豪的第二天 那我們現在在他的行政酒廊 用他的早餐 他這邊對於會員呢 他就直接送你行政酒廊的早餐 可能是因為他的行政酒廊夠大吧 所以說他不擔心這邊塞爆 那我們就邊吃邊跟大家分享 雖然他在行政酒廊 他的豐富度肯定不會 因為他樓下的餐廳這麼多 可是他的食物多樣性 其實跟昨天的Happy Hour有的比 不管是國內或國外的行政酒廊 早餐其實比較多是那種冷食 然後簡單是 Compinental Breakfast那種情緒 其實這邊的早餐 其實可能很接近台灣人的這種口味 所以其實非常多的 很熟食 當然他美食的部分也不缺少 可是更多的我覺得是熟食 所以讓習慣吃熱食早餐的 台灣人其實會有更好的一個選擇 那說這麼多我們來試試看他的口味怎麼樣 除了有自助餐之外 他其實還有幾樣單點的東西 但是他有小漢堡可以點 還有一些單料理 都是主廚現做 然後再端來給我們 他除了今天的菜以外 他還有皮蛋糕肉粥 加上一些配粥的小菜 他滿不錯的 對於吃熱食來講 再來我就先吃吃看他先做的蛋料理 他的選項有好幾種 就是一般的常鑽什麼炒蛋 歐姆蛋 荷包蛋 他都可以直接現給他先做 那我點的是炒蛋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好像蠻creamy的 我覺得滿香的 雖然他的起司的味道沒有這麼重 但是他香氣很濁 我吃得上來 而且現在蛋很貴 多吃雞排你就回本好嗎 我覺得滿好吃的 因為他的早餐吃乳巴跟昨天 Happy Hour的 日式品像是有雷同的 但感覺上就是Happy Hour的CP值更高 好啦那今天是我們到高雄 中秋豪華飯店之旅的第二天 我們等一下呢 要前往高雄另外一間 也是超級豪華的飯店 那如果大家有想看房間 跟飯店內部開箱的話呢 千萬記得 購定我們的頻道好嗎 好啦 那我們這兩天在高雄問號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如果說你喜歡這兩天的內容呢 請記得幫我分享出去 同時也別忘了幫我按讚 訂閱 還可以小鈴鐺 那Happy Hour的日子呢 每個禮拜天晚上六點 都會放個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Cheers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